賴清德被問到FACE這個題目 最少三次 他的標準答案就是轉頭 扭聲就走 因為他所屬的民進黨 他現在是黨主席 民進黨一路以來就在推動FACE 有一個人很有名的 叫做蕭美琴 各位蕭美琴的立場非常清楚 我說不了解為什麼 我們都沒有去問蕭美琴 都在問賴清德而已 蕭美琴是道道地地 確確實實 如假包換的FACE的推動者 從蔡英文 蕭美琴 陳菊 游錫坤 顧立雄 清清楚楚 就是民進黨的要FACE推動列車 每個人都在上面 怎麼到現在選舉到了 大家不敢講話 現在的執行者38個 幾乎都做第三條路 憲法法庭 因為他知道 憲法法庭就是大法官們 大法官們一片綠有有的 都是蔡英文提名的 所以就跟你拖 各位 所以現在表面上 蔡英文講的 那你糊弄大家的 說法律怎麼定 就怎麼走 法律上定的 要執行死刑 但是怎麼走 他就不講了 他就糊弄了 因為他就拿這一條 執行死刑規則 所以經過憲法法庭 大法官就把你放著 不審 放著拖著 一拖 二拖 三拖 達到實質的 一個廢實的效果 為什麼民進黨 特別的體序 保護 加害者的人權 而不去體肺 體序 保護 受害者的人權 社會不懂啊 民進黨以為大家很先進 但是事實上 他做的是完全違法台灣的命令